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几节经文当中 非常重要的告诉你 有一个同时超越在父母和子女之上的 更高的神圣的准则 有一个父母和子女 都要来降福 都要来跪伴 都要来悔改的 一个更高的那一位真正的天上的父亲 他们都需要了那一位的救主 因为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如同妻子跟丈夫的关系一样 也是很特殊的 因为他指向神圣的更高的关系 因为唯有在基督教里面 帐帝被称为我们在天上的父 在旧约当中 耶和华不断的这样宣告 我是你们的父 我的儿子以色列 耶稣在主导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要如此的祷告 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因此地上的父可以提醒我们 另有一位在天上的父 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好像一幅画 描绘了人类企图与上帝的关系 地上没有一个父亲 不是失败的父亲 地上也没有一位完美的父子 甚至让我这样说 地上有很多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听从的父母 就好像有很多不值得妻子顺服的丈夫一样 但是有一位天父 祂是完美的 正经公义 却充满了赦罪的恩典 祂拯救我们 祂吩咐我们 去尊敬我们的父母 是的 哪怕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 或者满口谎言 一生二死 上帝仍然要我们按着祂的吩咐 按着祂的手 一个人 就是神放在他们身上的那一个父母的位分 来尊敬他们 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上帝赋予的 指向上帝的 那一个神圣的崇高的身份 那一个身份指向上帝是我们的父亲 即使他们满用了这个身份 即使他们的言行与此相反 我们仍然借着他们获得了上帝所赐的生命 许多的恩典和养育是透过他们而领导我们 因此只要不违背上帝其他的建议 那么尊敬父母的这条建议 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要求 基督为我们死 基督把我们 这些拥有不完美的父母的人 带到了那一位完美的父亲的面前 说你可以开口称呼 称呼他是阿爸父母 在那一位父亲的面前 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贝利的 都是浪子 都是败家子 但那位完美的父亲 就因着我们的那一位救主 我们的那一位真正的兄长 耶稣的保险 而饶恕了我们 完全的接纳了我们 现在他要求我们顺利 尊敬 有的时候也需要我们去饶恕 我们在地上的那位 不完美的父亲 不完美的母亲 阿们